在上个视频中,我们算出了坐在原移动路径上的观察者看到的周期和频率的公式,所以原向着观察者移动,所以这是火车向着你们移动的例子。 你们听到火车的喇叭发出更高的音调或者更高的频率,我们可以来做这个就像一个实验。 假设物体从这里开始,经过一个周期,周期就是一段时间,但是它是表示原释放出一个循环的时间,所以每个周期释放出一个循环。 但是经过一个周期,我们说第一个波前或第一个脉冲或第一个波峰到了哪里? 圆在哪儿?因为过了一个周期,这个圆就能放出另一个波峰或另一个循环。 所以这个圆位置和波峰波面或者第一个波峰之间的距离,这就是波长。 因为接下来放出的波峰,速度都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就是这个距离,就是在这个表达式中见到的。 我们说移动这个距离要多长时间,波移动速率是VW,这会告诉你们这里这个人观察到的周期是多少,然后观察到的频率就是它的倒数。 现在我们想一下这种情况,观察者在这里,所以我们算出来的这些方程或者这些公式,在这里这是观察者,或者我说原向着观察者的方向移动。 现在我们想一下相反的情况,圆远离观察者的移动。 在这种情况下,观察者就是这个人,或许我应该换个颜色,用蓝色表示他,所以这是观察者。 所以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圆在这里,从圆处看经过一个周期,第一个被释放出来的波峰。 就向外移动了这个距离,就是这个距离。 波的速度乘以经过的时间,速度乘以时间就得到距离。 波源就向右,移动了这个距离。 就是速度乘以经过的时间。 现在在上个视频中,我们说过,这个波刚经过那个人,现在释放出的这个脉冲要花费多长时间,也能到达他的位置。 这就告诉了我们,两个脉冲或波峰之间的周期。 现在我们想一下完全相同的情况。 第一个波峰刚经过这个人,周期或者TS就是刚释放出的波。 经过的周期,所以他要遇到另一个波。 另一个波在这里。 所以波峰或循环或你们怎么称呼都行。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这个脉冲刚好经过。 它和这个脉冲,此刻释放出的脉冲前端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此时此刻,就是这个距离,就是这个值,应该是VW乘以周期。 就是这个距离,就是这个距离加上原离开的距离。 所以加上VS乘以周期。 就是这个距离,这是脉冲和那个脉冲,或这个波峰和那个波峰之间的距离。 所以如果他现在看到了第一个波峰,要多长时间他能看到现在放出的波峰,就是这个距离。 所以我把这写下来。 所以他看到下一个波峰,或下一个循环上同一点需要的时间,就是这个周期。 这是观察到的周期,就等于这个距离。 波的速度乘以 在圆上看到的周期。 加上圆的速度,因为圆离它越来越远。 圆的速度乘以圆的周期。 这就是到下一个波峰的距离。 然后把它除以波的速率。 每个波峰的速率,就是波的速度。 我们只要把TS提出来。 这是TS乘以VW波的速度。 加上圆的速度,除以波的速度。 所以如果这个人是静止的,尤其是,如果观察者在他的路径上,这会是一个更大的周期。 这说得通,因为每次放出一个循环。 波圆就向外移动一点。 所以每个波峰上的同一点,都会越来越远。 所以波长会更长,更长的周期。 如果你们想要求观察者看到的频率,我用同样的颜色。 这个人,圆远离他,他观察到的频率。 就是这个的倒数。 所以1除以周期,1除以周期,和我们在这儿,做的一样。 1除以圆的周期,就是圆的频率。 我用颜色标记。 所以1除以TS等于圆的频率。 这是他的倒数。 所以我用1除以所有这些。 所以1除以TS是圆的频率。 然后求这个的倒数。 波的速度。 除以波的速度加上圆的速度。 所以做完了。 至少简单的情况做完了。 显然当物体不在圆移动方向上,或者也不在相反的方向。 这就变得更有趣。 但这是两种极端情况。 所以这就是远离你们的情况。 现在为了检查数学计算,或许, 跟我们介绍多普勒效应的视频。 建立点联系。 我代入几个数字。 两个视频之前我们做过。 圆的速度是每秒5米向右。 波的速度是每秒10米的例子。 波的周期。 我把它叫做,我换个颜色。 从圆的角度。 是1秒每循环。 频率就是它的倒数。 就是1循环每秒或1赫兹。 赫兹就是循环每秒。 我们用这些数。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得到和我们刚开始学多普勒效应的视频中相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观察者观察到的频率。 所以圆的频率是一循环每秒1赫兹。 波的速度是每秒10米。 我把这写下来。 一循环每秒。 波的速度是每秒10米。 波的速度是每秒10米减去。 圆的速度每秒5米。 这等于多少? 这个人观察到的频率是一循环每秒乘以10除以10减5。 每秒米约掉了。 每秒米在分母中。 所以10除以10减5或者10除以5。 就等于2。 所以就是2循环每秒。 如果要求这个人观察到的周期就是这个的倒数。 就是1二分之1秒每循环。 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得到的结果。 或者实际上两个视频之前, 现在圆远离方向上这个人会感到怎么样。 做同样的计算。 这是一循环每秒或者1赫兹。 这是圆释放波的频率乘以波的速度除以。 波的速度加上圆的速度。 圆远离它。 所以就是10除以10加5。 就是10除以15。 这是三分之二。 所以这等于三分之二。 这里的单位约掉了。 这是循环每秒。 所以三分之二循环每秒就是我们在第一个视频中得到的数字。 所以这让我们感觉不错。 这也很有意义。 这一个人看到波峰的频率更大。 他会观察到一个更高的频率。 如果这是声音, 更高的音调。 这个人因为每个波峰或每个循环都散开了。 他就会观察到更小的频率。 如果这是个声音, 他就听到更低的音调。 。